关于胆结石的治疗方法呢很多 目前呢很多很多 但是呢 一般常见的就是说 需要微创的手术的方法 胆囊切除是目前 业界公认 也是用最常见的一种治疗方法 就是通过腹腔镜 把胆囊切除 那有的人问了 那切除胆囊以后呢 没有胆囊了我还能生火吗 照样生火 因为它有一个代场机制 这个胆汁不是胆囊分泌的 而是肝脏分泌的 肝脏分泌只是临时放到胆囊里边 当你吃饭的时候 再从胆囊流到十二日常 胆囊是一个是临时储存的功能 再一个就是浓缩的功能 人体呢 一天分泌的胆汁量 从肝脏分泌 肝细胞分泌 大概就1000毫升左右 800到1200毫升左右 它到了胆囊以后呢 就把水分吸收到血里 变成浓胆汁 然后这个浓胆汁 当你吃完饭以后 就流到十二日常里了 治疗这是一个是 刚才我说的胆囊切除术 再一个就是心事 保胆取食术 胆囊功能良好的疾病 可以用微创的方法 把胆囊保住 把石头取出来 这是一种方法 再一种呢 就是胆管的结石呢 以前常规动手术 而现在有ERCP的方法 也就是说 用胆道径 经过十二指肠 用径着 不开刀了 也就是微创的方法 也不用开刀 把石头从里边取出来 扔到肠道里边 拉出来 再一个就是 介入的方法 推石头 把石头冲 胆中管里边 推到这个十二指肠里边 方法很多 各有优缺点 根据不同的病情 选择不同的方法 感谢观看